狠喔 沒人告發他們自己就開始偵辦了 壓人取共的狀況 夜象的行球 他用刑旗 BGO 黑金組 用扮我的那是同一個組 高鴻安夠倒楣 非常狗腿的一個組 黑金組其實就叫狗腿組 司法這種東西 你真的很難跟他玩 司法惡觀 給他通通抓起來 如果阿北可以承諾這個 我跟你講 我當他的 高鴻安 現在的下場呢 就是跟 跟他的另外一個學長 就是 通緝犯彭文正 開始遭受類似的 這個情形 司法打壓 對 不過還他差兩步 就是他被起訴 接下來如果有被通緝 或者是被有吊銷護照的話 那就是權雷達 就大滿貫 現在只有一個 不過我看了這個新聞 我百敢交集 我先不多說 社會各界有很多落井下石的啦 或者是在旁邊 突然大意凜然的啦 什麼偷一塊錢啊 搶一塊錢啊 貪一塊錢也是貪污 就奇奇怪怪的各種言論都出來 我開始有點疑惑 而且我看了他這個 報上寫的東西 我覺得 有點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說 這個簡調所說的東西 哇 這個真是 對簡調來講 很喔 對啊非常 對 好像彷彿所有的東西都對 高鴻安不利 我突然覺得 哎呀 萬壇啊 人心不古 事態延良啊 我突然覺得 到底怎麼回事啊 可是後來我又立刻想到一件事情 報上看到的東西 尤其是檢調發布的東西 99%不是真的 而且我立刻想到說 那奇怪了 奇怪 這個很多東西其實不應該公開的啊 怎麼會 就這麼赤裸裸的公開 所以我今天就覺得 應該要來問問看張凱鈞 我們不要再用 單方面的角度看這個問題 而且同時我今天要好好來問一問 阿北到底在幹什麼啦 到底要幹嘛 接下來要幹什麼 對不對 嗯 一下說 他說可以不選啊 然後現在看起來 哎 又又支持度又還蠻高的啦 那到處跑啦 然後到底他要不要跟郭台銘和啦 他現在還在花蓮 對 要跟郭台銘和 還是要跟侯友一和 還是要跟彭文正和 都沒有講清楚嘛 所以我今天就把張凱鈞 張博士請到現場來 凱鈞首先 高鴻安的事 告訴大家你聽到的 因為你跟高鴻安訪問過嘛 你好好的問過他嘛 對不對 對 好 正經關不了 還有我們學長 那個大家早 大家好 那主要高鴻安事件是這樣 我去4月15 我去北檢告發李俊逸 我把這個前因後果跟脈絡 跟大家講清楚 最早的時候這件事情怎麼發生 最早的時候 這個是在10月31號 去年10月31號的時候 媒體報導舉發 那兩天之後法務部調查局就立案 過了7天北基站就開始傳喚 15天台北地檢署指揮偵辦 大家注意這個時間點 15天地檢署是沒人告發 他們自己就開始偵辦了 然後17天直接分案 由茶器黑金小組開始偵辦 31天直接傳喚所有人 包含那時候的行政主任黃慧文等等 直接列為被告 這代表一件事 所以等於是這整件事情 告發案的事情是 報章雜誌 他有報導之後 然後北檢調查局就開始主動偵辦 那我在今年4月15的時候 我去北檢告發李俊逸 為什麼要告發李俊逸 最重要是因為黃慧文之前是 李俊逸的行政主任 他是用同樣的作帳方式 然後來高慧文辦公室的時候 就直接延續下來 所以我那時候要求兩件事情 我去北檢告發的時候 告發狀裡面有要求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病案 因為這是延續事件 如果說從李俊逸辦公室 直接延續到高慧文辦公室 那是不是同一個案子 我就要求說第一個要求要病案 這個也合情合理 因為這是延續 如果檢察官認為說 這個有犯罪嫌疑 那應該是從犯罪嫌疑的源頭 時間點的源頭就開始查起 所以我就要求說第一個要求 你要病案好好查清楚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為什麼會穿白色 標準一致是非分明 所以我們要要求北檢也是一樣 標準一致是非分明 所以就是希望說 從源頭開始查起 最早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傳言 有這個制度 我們就從頭開始查起 到底有沒有不法 所以我是第一個要求病案 第二個我的要求是保全證據 保全證據為什麼 因為北檢那時候直接開始偵辦 第31天就直接偵辦 然後還有移送還有搜索 所有證據全部都拉到北檢 那時候我打擦一下 我打擦一下 先跟觀眾朋友做個比較仔細的解釋 黃慧文是高宏安辦公室的行政主任 行政主任 就是管一些財務跟這些支出的一些行政 買什麼東西的 所以這是個關鍵 對不對 高宏安有沒有濫用公帑 那一定是透過黃慧文去做採購 或類似相關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黃慧文主任是前立法委員 李俊毅的辦公室的主任 也是負責行政事務的 李俊毅的制度 我那時候很簡單 就是要求標準一致 是非分明 好好了解清楚前因後果 所以那時候我就告發了 告發之後等了好久沒有回韓 我們又再發韓給北檢說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北檢回了一個韓 5月15號回韓 這些都可以提供給我們政經 5月15回韓就說 抱歉我們不能保全證據 因為你不是當事人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那時候高宏安事件 高宏安事件也那個 也沒有就是媒體也不是當事人 媒體告發就主動偵辦 我們今天是據名 我還據名用文明人權協會理事長 據名去告發 結果告發之後 他說我不是當事人 所以他不能保全證據 而且最主要同一個檢察官 我們如果今天是兩個檢察官 我能有時候摸摸頭就想說 可能這兩個檢察官對標準 可能會有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 因為其實每個人他所受的訓練 各方面可能會有不一樣 我們覺得那這個東西 我們可能要多提供一些資料 再去說服另外一個檢察官 結果是同一個檢察官 做在同樣的類似事件 或是延續事件裡 是完全不一樣的這種做法 就讓我們覺得說這個東西 其實其實相對是難過的 講到這一點是相對是難過的 在整個偵辦的時候 當然就會有檢察系統 就會跟他講說 這是你最後一次減刑機會 你現在要是不繁咬 或是你現在要是不講清楚 你要是現在沒有說 你還是堅持你無罪的話 到時候起訴求署重刑 七年以上 你看現在就有兩個 兩個被說 我覺得應該是 最早的時候可能跟他說 我可能會緩起訴你 可是我最後他還是起訴了 只是說希望是一年以下判緩刑 對不對 然後那個公衛文 就是我們的十三 也是台大的一個學妹 他就沒有被列入在緩刑的裡面 因為他從一開始調查局調查 再到北界 再到實話 都一直講實話下來 你看他就 他現在就跟 就跟我們的高市長一樣 對不對 就要求處七年以上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非常有問題 而且最主要是 這個真的要申請釋憲 這個檢察官這個武器不對等 這個事情 這根本就是 就是在 台灣司法根本是司空見官的事 我必須說今天高宏蘭 他也是倒楣 但是這個倒楣也是可以預見的 交給 這個 北檢的黑金組 跟辦我的那個 跟辦我的那是同一個組 同一個組 對 黑金組 那我就覺得高宏蘭夠倒楣 那我呢更好玩了 我哪裡黑金呢 我不過就是揭穿蔡英文的賈博士 請問 就算我誹謗好了啦 誹謗跟黑跟金有什麼關係 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是黑金組 專案辦理的 我真的太榮幸了 而且我必須說 黑金組檢察官是 所有檢察系統裡面的精銳 才放到黑金組裡面 對不起 那不是精銳 那個就是所有挑過拍馬屁的跟 有 有這個前科或者有把柄的 可以被利用的 可以被威脅利用 照著長官意思辦案的 黑金組的兩個辦我的 全部立刻升官嘛 一個黃偉 立刻在這個所有升官 旗別中是第二低旗別的 立刻升了澎湖地檢署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 然後一年 一年365天 一天都不多 立刻調回新北 擔任 新北的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 各位先生如果有案子在新北 他可以看到他 看到他把他罵一頓 說彭文正在罵你的 另外 還有一個黃冠運 也是連跳三級升到高檢署 所以像這樣的例子層出不窮 因為他們就是照著長官的意思辦案 就是非常狗腿的一個組 黑金組其實就叫狗腿組 所以高宏安進到黑金組 你倒楣 那這幾個檢察官 我要願文齊強 若你手上拿他的名字的話 我要念三遍 好 但是我覺得高宏安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像我啊 我就回頭告 回頭告黃冠運 告黃偉起訴我的檢察官 你們在偵辦我的過程當中 你們犯了太多太多的 自己犯了太多太多的罪 對 你泄密嘛 如果你泄密 你妨害個資 或者是你這個恐嚇 反正不管怎麼樣 告嘛 我也知道告不容易成 我們告黃偉告了四個案子 我先從民事告起嘛 因為民事有時效 刑事慢慢告 刑事我30年後再告他 20年後再告他 或者10年後再告他 看我高興 結果我們告黃偉四個案子 三個案子不開庭 直接簽結 有一個會開庭 那沒關係 有一個開庭就好了 咱們從這個案子慢慢往下打 好了 所以我還是建議高宏安 就是還有其他兩位 我到這邊我實在有個感慨了 司法這種東西 你真的很難跟他玩 所以我真的還沒有決定要投票給誰 我也沒有呼籲給誰 可是我聽到這我就想說 我乾脆呼籲投給阿伯 就是我咽不下這口氣 對不對 好好的把台灣的司法惡官給他通通抓起來 全部抓起來 如果阿伯可以承諾這個 我跟你講 我當他的助選員 我是說真的 阿伯已經有講了 他就說台灣的司法真的要大破大力好好改革 你告訴我 要建立整個制度 然後整個制度來講 讓這些司法官不會有畏懼的壓力 然後不會有 對啊 所以這個一定要處理 不對 你要告訴他 這些東西叫做廢話 每個人都這樣講 你要具體的告訴我們 要徹查哪些案子 這過程當中所有違法的案子的司法官通通辦 不用說第二句話 而且略過司法直接辦 我覺得不用客氣 因為他說有兩個 他已經有第一個就是論文案 第一個就已經有講要徹查論文案 第二個就是綠能案 這兩個案子 是所有案子從頭到尾上下全部徹查 徹查之外 一定要法辦過程當中 違法貪贓這種 視力小人的司法官 這才能夠徹底的解決問題 不然你是辦這個案子 好啦 我舉個例子 你只平反的某某某某某 那整個系統性的犯案問題沒有解決 這些人繼續當司法官 他沒在怕